台电董事长曾文生事迹 气候变迁已成为供电的新挑战 而其中在2024到2027年的供电压力最大 尤其是因为极端的气候 使得电极的能量也持续增加 台电承担的落雷量更需要重新来补枪 根据台电全台的落雷监测 去年的落雷数29万多次已经创了新高 更比前一年高出8.7倍 而今年才上半年也已经有12万次 有机会连两年破20万次 因此为了预防落雷变多 导致设施故障停电 台电也会在高风险区 还有备源系统比较少的地区 来加强提升避雷系统 还有电塔塔机的改善